看看新闻榜 自己的收藏品拿出来 进行了拍卖 而且拍卖所得的款项 全部用于慈善水 你看人家心还那么好 对 多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来看一下 以68万韩元 折合人民币3600元的价格 成功竞拍全智贤的包包 这位戴着墨镜的大叔 一定是全女神的粉丝吧 拍卖会一上来 就卖全女神的包 金秀贤的粉丝可是有点着急了 等了好久的她们 可是卯足了劲 全智贤的包最终 近开价才68万韩元 金秀贤的毛衣一上来 就被炒到了70万元 这教授的人气还真是够高的 当然这位金主显然不是唯一一位 爱教授的人 更爱她的其实是台上的主持人 110万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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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近拍者出嫁 主持人疯狂呐喊 赢着架势 难道是要变身钱的呐喊吗 最终一位中国女粉丝 以240万韩元 折合人民币1.4万元 拿下了金秀贤 在拍广告时穿过的毛衣 不过显然小编觉得 最激动的应该不是 这位幸运的近拍者 而是台上 嗨到根本受不住的主持哥哥 娱乐星天地 大家都太入戏了 天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